中秋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 为了让弱势族群也能够感受到过节的气氛跟欢乐 台中市东南福伦社 特别在2019年9月11号中午 选择在台中市西屯路三段的台中牛排馆 招待彰化县二林镇喜乐保育院 一百多名院童跟工作人员 享用丰富的美食佳肴 东南福伦社表示 从民国68年开始 他们就持续赞助喜乐保育院 希望有更多的人购买喜乐水饺跟中秋礼盒 加入公益慈善做爱心 我们台中东南福伦社 便发起了各项的赞助来帮忙 不论是从喜乐的经费的补助 院设的修缮 设备的签购 还有活动的参与 还有喜乐汉额的产品的行销 我们都尽心尽力的来帮助他们 为了行销喜乐保育院 优质的水饺产品 喜乐保育院人员跟院童 还举办了一场水饺DIY活动 让东南福伦社的社友跟贤抗力 都能够亲自动手包水饺 最后还亲自端出各种口味的水饺 展现自信跟火力 台中东南福伦社 坚持对喜乐的这一份的爱心 我们觉得心中非常的感谢 谢谢社长 今天其实是特别在中秋节的前夕 也把这一份爱的礼物送给喜乐保育院 这是我们心中非常感激的 谢谢社长 我们的孩子都很开心 今天可以来 好像一家人一样 跟台中东南福伦社 像一家人一样 可以吃团圆饭 可以一起人员 就是月圆人团圆 这样的一个享受这样的一个美食 也享受这一份爱 谢谢 台中市东南福伦社 今年又赞助了喜乐新台币 十万元的上款 还购买了三百包的水饺 喜乐保育院院长林玉长表示 就是有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跟鼓励 才让他们这些弱势团体 真正感受到社会的关心 爱心跟温暖 记者崇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导